数百年前的幕后黑手被公开处刑 罪孽的血脉却已经流传下来 时至今日 阴谋仍在不为人知的地方上演 无辜情侣的惨死现场 清客街又变成热情好客之地 茶楼今日推出血腥红茶 哈文赫特死亡公寓 欢迎大家的到来 古老的哈文赫特公寓 到处残留着数百年前的痕迹 这里也是杰基的好友丹尼尔 失去联系前生活的地方 房东并不清楚丹尼尔的去向 他只是按照规定将对方的住所交由杰基继承 房东掌控多家康复中心 乐于接受像丹尼尔杰基这种 拥有不堪过往的住客 只要遵守公寓的规定 住客们可以在这待到离世那天 而所谓规定便是不能重犯旧席 杰基曾有酗酒的习惯 并因酒驾失去了女儿 他在戒断中心的帮助下 正逐渐走出过往的阴影 如果杰基再次沉溺酗酒 那就违反了公寓的规定 会被房东毫不留情驱逐 即使杰基的戒断医生与房东是旧时 这件事也没有回旋的余地 就像刚才被房东命令离开的 租客金发妹 他在公寓已经有五年居住时 但因昨晚他又忍不住去从事特殊行业 便被公寓无情驱逐 房东的表情十分严肃 仿佛杰基一旦不听从警告 便会遭受可怕的事情 杰基心中倒是不以为然 他对自己的自控率颇具信心 哪怕在街上看到极其心仪的美酒 都不会去冲动消费 所以杰基没怎么犹豫便签下入住协议 这种诚恳的态度博得了房东的欢心 他欣慰欢迎杰基的到来 但是公寓生活存在许多奇怪之处 杰基总是听到墙壁内部传来奇怪的声音 公寓内悬挂的人物画像也让他感到眼熟 杰基连想到房东莫名而熟的姓氏 总觉得自己似乎忘记了什么 他还未能深入思考 一个急匆匆冲来的小小身影 便打断他的沉思 来者是小女孩沙拉 她与杰基比邻而居 跟随养父母生活 而沙拉的养父母脾气暴躁 总是吵得不可开交 一旦发觉她的错误 便会把怒火转移到她身上 事宜沙拉总是行事匆忙 生怕自己达不到养父母的要求 这些公寓内的琐事不再与金发妹有关 她正在怒气冲冲收拾搬家的行李 却听到房间内传来奇怪的动静 金发妹过去查看 却什么都没看到 当她返回收纳箱面前时 静学自己放进去的摆件 居然又回到书架上 紧接着灯光突然消失 卧室的方向又传来怪异声响 金发妹以为是公寓在维修故障 不耐烦地走到卧室 却赫然发现 床下竟伸出人类的手 金发妹被吓得慌忙逃窜 那个神秘人却对她紧追不舍 好在对方的行动没有她灵活 金发妹很快甩掉神秘人的追击 她从门缝观察到自己确实已经脱离危险后 才小心翼翼后退 可是金发妹太过恐惧神秘人会破门而入 因此她没有发现 身后的地板突然出现一口暗警 金发妹不顺跌落井中 虽然她引起手快扒住一旁的地板 但又被紧跟而来的人狠狠踹进深渊 等杰姬听到呼救声来到金发妹房间时 一切都已经回归平静 杰姬在房间内试探着喊金发妹的名字 却没能得到任何回应 忽然她觉察到身后静传来审视的目光 杰姬立刻回头望去 却发现只是在公寓内乱逛的沙拉 杰姬情不自禁松了口气 紧接着她又怕自己失面子 先发制人 搬起脸训斥沙拉 不能在公寓内一个人乱逛 万一被房东赶出去怎么办 沙拉却说自己没做过坏事 不会违反公寓的规定 杰姬看着单纯的沙拉 忍不住想起自己的孩子 如果她能活下来 可能会像沙拉一样调皮 但这是无用的幻想 面前的沙拉不是杰姬的女儿 杰姬有这个幻想的功夫 还不如抓紧时间去听阶段讲座 强化一下努力就会有回报的信念感 以防自己在公寓内不慎再犯酒瘾 杰姬坚信只要待在公寓 终有一天能得知丹尼尔的消息 他不相信好友会丢弃心仪的相机 不管不顾 也不信对方失踪的说法 杰姬拜托过警官蒂姬帮忙寻找丹尼尔 却只得到对方早早便与男友离开的说法 这说辞与房东所说一致 杰姬经过一夜的思索 忽然意识到 昨晚隔壁的动静 未必是小孩子的恶作剧 因为呼喊声之后 金发妹便不见踪影 杰姬有视希望地母顺便查一下金发妹的消息 二人的谈话被戒断医生打断 他听完杰姬关于公寓访客失踪的猜测 却只是笑着表示 他曾介绍许多病人到公寓居住 大多数人都十分喜爱那个地方 但戒断医生的安慰并未打消杰姬的疑虑 他回家后看到墙上的照片 突然发现照片拍下的公寓 竟与公寓实景存在明显差异 这时 杰姬身后忽然传来诡异的脚步声 他心中一惊 手里的相框也不慎跌落摔碎 杰姬以为是有人闯入 拿起雕像巧无声息走过去 准备给闯进别人家中的歹徒狠狠一击 然而 出现在房子里的却是沙拉 他与房诺儿子私交甚好 所以总是拿着对方给的钥匙闲逛 因为女儿的事情 杰姬对小孩子的任性行为总是无比包容 他没有追究沙拉的无理 转身去收拾相框碎片 却在照片背后发现一张奇怪的图纸 沙拉对此十分好奇 杰姬刚想解释 却忽然觉察到 沙拉的手一直藏在身后 仿佛在隐瞒什么东西 杰姬当即命令对方交出来 发现那正是放着自己与丹尼尔合照的挂坠 看到这一幕 杰姬终于动怒 他怒斥沙拉的突盗行为 小女孩却哀求 自己只是想记住她 因为杰姬与丹尼尔同样善良 沙拉很喜欢他们 才会拿他们的东西 沙拉已经知错 为了表示自己的忏悔之心 她回到自己的秘密空间 拿出当初私自拿取的丹尼尔的相机给杰姬看 而杰姬通过对比相机内的图片 发现公寓内的结构竟然会时常变动 走廊会忽宽忽窄 门会时隐时限 纵然蒂姬告诉他 在金发妹之前没有失踪的租客 但杰姬联想起 至今下落不明的丹尼尔 觉得自己已经找到答案 丹尼尔和金发妹 都是在违背公寓的规定后 才突然咬不音信 倘若他也去违反规定 说不定就能查明丹尼尔的位置 杰姬拿起酒瓶 露出胸有成竹的笑容 沙拉无暇却关心大人间的纷争 她现在极度恐慌 她的养父在养母上班离开之后 准备施加折磨 虽然沙拉刺伤养父 成功躲进秘密空间内 但对方依旧不依不饶 执着于把她从里面揪出来 奈何秘密空间的入口太小 养父未能得逞 只好骂骂咧咧喝完酒后呼呼大睡 正当她熟睡之际 房间内突然出现暗警 床被高高抬起 养父掉落其中 她预想过现在的局面 却还在垂死挣扎 而她的挣扎 只为恢复平整的地板 平添几根孤独的手指 等养母回到家后 得知丈夫已经违反规定 在看到染血的床单和手指时 养母心中顿感不妙 果然下一秒 房门在她面前突然闭合 看到这一幕的沙拉 立刻跑到捷机的房间 徒留养母一人在屋内 养母还在急切地呼救 而神秘的身影从她身后出现 紧接着 书柜上书接连掉落 见此一场 养母不由地尖叫 听到声音的捷机 当即便赶过去查看 沙拉却说出怪话 捷机不知道这话的含义 但她想起金发妹失踪的那晚 她因为犹豫不决去得太晚 没能救下对方 倘若捷机这次能及时赶到 或许可以解救养母 可她到达时 屋内只剩一片狼藉 沙拉对捷机的举动感到悲伤 声称他们将会被赶出去 捷机没有在意小女孩的话 她一心忙于拨打弟母的电话 但警察赶到时 屋内已经恢复正常 所谓杂乱的书柜和染血的床单 都已尽数消失 从房间内消失的养母 其实是掉进了公寓下的地牢 虽然她一直知道这里隐藏着秘密 但那些都是推断 现在养母才见到真相 不远处凄厉的哀嚎不断 她走过去 恰好看到丈夫被钉在铁板上 对方的下半身已经消失不见 内脏残忍露出 下一秒 杨母也失去意识 她遭遇与丈夫相似的酷刑 血浸染她的衣物 抗油无情胶注于她的身上 人体细胞因此肿胀 成为一团血肉模糊的红皱 杰姬对地下发生的一切浑然不知 她还在请求帝母 在仔细搜索房间 可帝母在看到杨母留下的便条后 已经失去苏茶的耐心 她以为杰姬这次是虚假报警 心中更是烦躁 但地母还不得不向房东陪下 为这次失处无名的搜查 赔礼道歉 幸好房东没有怪罪他们 而是对沙拉展现出浓厚的兴趣 希望小女孩在养母回来前 可以陪伴她 沙拉刚刚展露笑颜 却被警惕的杰姬拦在身后 表示自己可以照顾沙拉 房东却意味深长说道 如果沙拉愿意 随时可以来到她的怀中 杰姬听到这话后十分不安 她觉察到 那是某种隐秘的邀约 一旦沙拉同意 血和罪孽便会从地狱涌出 杰姬不愿这个预感成真 因此 她把自己找到的照片和图纸交给蒂姬 蒂姬见此大吃一惊 她认出这是公寓的绘测图纸 这代表 杰姬的猜测有可能是对的 想到这里 蒂姬神情凝重 准备把这些资料带回警局认真研究 杰姬送别朋友 看着与丹尼尔的合照 含泪举起酒杯 失踪的人越来越多 她必须抓紧时间找到丹尼尔 以防对方已经遭遇不测 这一切都被收录进神秘的监控中 待白日降临 房东翻红属于杰姬的号码牌 一场新的审判已经开始 而杰姬还在因宿醉头疼 甚至早饭都是沙拉做的 杰姬看到餐桌上尖坏的煎饼 露出怀念的笑容 这让她想起自己的女儿 但现在其实不是怀旧的好时机 杰姬没有察觉到 自己在照顾沙拉的第一天 便酗酒宿醉的行为多么恶劣 更何况沙拉讨厌别人喝酒 因为她的养父 总是在酒后做不好的事情 然而杰姬早已把沙拉 说过的话抛到脑后 她一心想着探查真相 让沙拉带着自己到洗衣房 找那扇神秘出现又消失的门 寻找这种暗门需要从异常的地方下手 杰姬利用手电筒去击打墙上多出的铁管 沙拉被吓了一跳 她小声告诫杰姬 杰姬冲耳不闻 她已经摸到通往胜利的道路 又怎能现在停下 突出结极索料 在右一下拍打后 货架消失 隐藏其后的门出现 而在这栋门后 存放着关于这栋公寓的惊天秘密 哈文赫特公寓 是数百年前 穷凶极恶的连环杀人犯 霍姬斯的遗产 他残杀的冤魂超过200人 而霍姬斯真名中的姓氏 正是马杰特 房东就是这个史无前例的恶人的后代 有关霍姬斯的传闻中 极其出名的一条便是城堡 传说她的城堡中机关重重 霍姬斯喜欢利用城堡内的机关 虐杀他人 那栋传说中的城堡 现在改头换面 变成哈文赫特公寓 他浸染了数百年来无数人的鲜血 直到今日 仍未停止吞噬人命 这个消息令杰姬大吃一惊 他急忙领着沙拉想要离开 但为时已晚 奇怪的动静响起 光明一瞬间消失 杰姬小心翼翼摸到离开洗衣房的门 一回头便发现神秘人正站在房间内 杰姬立刻带着沙拉逃亡 可神秘人却只是不紧不慢走着 看起来一点都不慌张 直到杰姬逃进电梯 看到不受控制上升的电梯 才明白对方气定神仙的底气来自哪里 这栋公寓都是神秘人的凶器 除非彻底离开这里 否则到哪里都犹如梦中捉鳖 杰姬立刻回到房间报警 在他通电话的时刻 沙拉溜回秘密空间收拾行李 因此落入神秘人手中 杰姬听到小女孩的惨叫声后抬头 只看到房东面无表情的走来 他轻蔑地指责杰姬 指责这些违背规定的人 他们有人要无诚意 有人提供特殊服务 有人辟好怪异 他们与正常的生活格格不入 扰乱一切 活该在地狱 杰姬看起来最光鲜亮丽 却不是什么好东西 恃久如命害死女儿 至今仍厚颜无耻苟且偷生 甚至将沙拉当成女儿的替代品 杰姬这辈子都不应该有孩子 而是跟与其他人一起下地狱 杰姬看着道貌黯然的房东 心中持不住冷笑 这一家子杀人如麻 却反过来指责他们罪大恶极 天底下哪有这等荒谬事 杰姬绝不会因此动摇 他一定能带着沙拉离开这个死亡公寓 可是嘴上功夫谁都会说 天真的杰姬面对强壮的神秘人士 根本毫无招架之力 他很快落入公寓的陷阱中 一路滚到地牢里 但这还没完 只听咔嚓一声 下方的地板开合 杰姬掉进一个密闭的空间 他从玻璃门向外观察 看到神秘人来到附近 三两下质押声响过后 杰姬身后立刻跳起火苗 原来这里竟是火炉 杰姬不敢浪费时间 拿起木材去撞玻璃门 等他终于撞破门逃生 火焰已经统治火炉 杰姬腿上也缠绕着烈火 他在地上不停打滚 才堪堪扑灭火苗 但灼痛感依旧残留 可杰姬不能停留 他还要去救沙拉 然而紧接着 杰姬又看到一堵 有显示器形成的墙 那上面显示的 正是每个房间内的情况 原来每一个租客 都处于严密的监控下 怪不得公寓每一次 都能及时张贴驱逐通知 但眼下不是在意 这些事的时候 沙拉还在等待救援 不远处的惨叫声不绝于耳 神秘人随时可以返回 他们逃命的时间并不多 杰姬利用神秘人的工具 撬开牢房的门 他们没有劫后余生的欣慰 因为此时 神秘人的影子 正在向他们逼近 二人顺着警惕 迅速向上攀爬 但这次神秘人的动作 太过瞬间 杰姬在即将逃出时 被神秘人抓住腿脚 杰姬利用鞋跟 狠狠踹向神秘人 终于摆脱束缚 可上面房间的逃生道路 屈指可数 而最有希望排出公寓控制的 便是通风口 他们刚选定路线 下一秒 本应在下方的神秘人 从天而降 这一定又是公寓的机关作怪 杰姬被狠狠打倒在地 神秘人的电锯呲拉作响 仿佛在唱招魂曲的前奏 高潮则要由 血沫飞溅的声音来应和 眼看杰姬命悬一线 这时 沙拉忽然大声 请求神秘人收手 神秘人竟也真的 停下收割人命的行为 杰姬跳起来 一举打晕神秘人 沙拉却因此陷入呆滞 他不敢相信 杰姬竟然打伤了神秘人 杰姬并未留意自己 做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举动 他只顾打开通风口逃命 可神秘人毕竟身强体壮 很快便清醒过来 只有沙拉成功逃离通风口 杰姬被神秘人无情地 拉回通风管道 对方按下管道内的按钮 他们又一次回到地牢 公寓内的机关开始运作 所有异样被一一掩盖 而逃出生天的沙拉 在听到劫机惊恐的尖叫声后 头也不回地离开 这时 蒂姬已经带领警员们赶来 不过 他们这次仍一无所获 警员们在房间内闲逛后 便宣告一切正常 房东也无惧蒂姬的威胁 哪怕蒂姬紧贴墙壁听声音 房东仍维持着圣券在握的笑容 他知道 一墙之隔便是神秘人躲避的地方 但他也知道神秘人不会让自己失望 沙拉成为蒂姬正式公寓罪证的最后希望 但小女孩却莫名消失 看守沙拉的警员们都对此一问三不知 蒂姬只能无功而返 此时的劫机已经成为铁板上的新鲜品 斯拉的电锯声欢快响起 清空间 女人的哀嚎响彻地牢 沙拉知道劫机的最终结局 但她还是回到了房东的房间 面对这群幕后黑手的邀约 沙拉露出满意的笑容 他们将永远成为家人 本片完 哈文赫特死亡公寓 是不上映于2017年的美国惊悚片 影片讲述了结基因好友丹尼尔的无故失踪 搬进好友生前的旧公寓 却发现这里竟是连环杀人犯的大本营的故事 不得不说结迹实惨 只是为了找出朋友失踪的真相 结果被卷入连环杀人犯的虐杀当中 明明都把证据交给了警察 警察们数次搜寻 却还是一无所获 接机舍身救下的小女孩也是个白眼狼 在她死后 可速成为幕后黑手的帮凶 可见努力未必有回报 勇敢有爱的美好人性 对天性邪恶的人来说也不起作用 小兴其实不太明白 沙拉为何会选择成为凶手的帮凶 而且从结局来看 她仿佛对此期待已久 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和小兴留言分享哦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出门前不要忘记留下我的茶欠 各位的点赞分享和评论 才会让小兴有更多的动力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 by bwd6 感谢观看